先進 我想反和永和的立場我們都尊重了 但是我覺得 剛才運會已經表決過了 我覺得程序委員會 我們有這個權力再把它翻案嗎 我是不了解 程序委員會沒有這麼大 他用各位偉大政治家以前所講的話 那今天來講的話事實上很清楚 中間過程你對這個案子有意見 那到底怎麼處理 可是這個今天總是要讓他走 不然的話 等於是全民也正笑的 我們都原來超越黨團的黨編都簽字了 就是議程是透過表決來決定的 這裡面白紙黑字這麼清楚 如果說這樣子還可以來這裡方案 我不知道立法院就根據解散好了 因為去年院會這麼大的一個院會 決定的事情 那超越大家都簽字了啊 這超越黨編都簽字了啊 說我的議程 那你通過一定服務程序嘛 你可以通過服務程序 不能在這裡擋啦 在這裡擋 我是拜託主席啊 那個陳主席啊 陳前面主席啊 陳主席啊 我覺得大家對這個有意見 我們就透過議事的一個程序來處理嘛 今天今天因為因為我們院會已經做了表決了 正式處理完了 老百姓都在看嘛 那因為那你白紙黑字寫這麼清楚 有關於議程的安排 我們知道很清楚民進黨的是沒有排核四空投他有排直接停建核四我們就尊重啊 那他上面寫得很清楚就是透過表決來處理 他就已經表完了我不知道程序文會有什麼立場可以凌駕我們的院會說這樣不算我才會算 更何況就是一個委員會是兩個委員 我們有其他不同意見啦 這種就要處理啊 你不能說 這裡不要處理後面要處理 因為我們這不是 正常院會說你可以不處理 因為這個案子是要處理的吧 大家看法不一樣 那就是 我只是覺得說 各位偉大的政治家特別是田委員 大家都很尊重你 這都已經表過過了 你有意見那時候你應該去 朝野想說你叫你們總長有沒有簽議 都已經簽下來了 大家按照這樣子 朝野黨邊簽的 表決完了 然後你不認帳 我不知道這個這個我們特別委員有這麼偉大的權力嗎 這個我是質疑啦 你不認帳